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会维持高利率的水位 一直到通货膨胀确定迈向2%的目标为止 鲍尔也表示 9月的会议可能维持利率不变 他在这一个讲稿当中做了上述的表示 而他也审慎的说 对抗通货膨胀的过程还有长路要走 尽管在最近的数据是更为有利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 这是关于在川普 前美国总统川普 川普向乔治亚州当局自首的钱 突然更换了他的律师 根据消息表示 这一次决定与原有律师的表现没任何关系 而新律师在乔治亚州是颇有名气 以往曾经在多宗官司当中 他也为娱乐圈的名人辩护 综合在外界媒体的报道 在昨天已经向法院提交文件的新律师 是Steve Saddle 说自己售票担任川普选举争议案的首席辩护代表 并且形容就是川普在暗中是无辜的 法庭也不应该成为左派打压政敌 以及检察官追求仕途的这一个工具 也有消息说川普在过去几天 一直都在询问自家团队 还有哪些合适的律师人选呢 前总统以往也经常对自己的律师班子不满意 换人的频率是相当的频繁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夏威夷 夏威夷Mauley County的政府 现在起诉夏威夷电力公司 说夏威夷电力公司的电缆漏电导致煽火 而且还涉嫌从火厂移走电缆 借此来阻碍调查 无论是引发火灾还是隐藏证据 都需要面对法律责任 在现在Mauley County的政府 是在昨天入禀夏威夷第二巡回法院 控告夏威夷电力和它位于贸易岛的子公司 那么指责夏威夷电力的疏忽 即使在火灾前一天 国家气象局都表示当地会刮打风天气炎热 种种因素都会让火灾风险上升 但是夏威夷电力公司始终没有提前截断电源 也没有尽力维护系统 结果使得通电的电线掉落地面之后 引发了山火 也为此 Mauley County要求电力公司赔偿多方面的民事损失 包括了公共设施 还有出动消防的成本 大火引致的税收损失 再加上环境、历史、文化地标受破坏等等 接着看在美国的司法部 现在起诉SpaceX在招聘过程当中 经常是歧视寻求庇护者还有难民 司法部起诉民间航空公司SpaceX 那么认为它以技术性质敏感 受到政府出口管制为理由 拒绝聘用没有公民或者绿卡身份的求职者 当局表示官方并没有相关的要求 因此SpaceX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歧视了 好 下边我们再看 关于夏天的时候 饮料除了冷饮 很多时候呢 这个冬天夏天 可能夏天更多的是喝啤酒 好多的朋友爱啤酒呢 现在美国国家酒精滥用 喝酒精中毒研究所的所长 倒是提出了警告 有可能会仿效加拿大的这一个做法 建议美国人每个礼拜最多是喝两瓶的啤酒 由于饮酒会增加得癌症 还有心脏病 再加上引发其他问题的风险 美国可能也会效仿加拿大的做法 那么以后呢 就是新的饮酒指引 就是两瓶啤酒每个礼拜就够了 不要多喝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健康方面的负担 在现在围绕着少量饮酒 是否有利身体的争议 其实持续了数十年 越来越多的研究说 哪怕极少量饮酒 也有可能会对健康有影响 那么在现在呢 美国由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也一直建议 成年男性和女性 每天分别最多喝两杯酒 以及在女性方面 一杯酒就够了 好 新闻我们最后看到肯达吉 肯达吉州有一个校区 现在在开学之后的第一个礼拜 就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学生 他们因为感染了新冠肺炎 还有流感再加上 恋球菌咽喉炎的病例 结果这种三重疫情 让这家学校在新学期 开始不足两个礼拜 就宣布要暂时的停课关闭了 对于这次群体卫生事件 杜克大学儿科医生则表示 现在判断是否发生 大规模流感为时过早 他预计这个季节性流感 会是在10月初进入高峰期 而CDC则说 现在共有214份流感样本 是呈阳性反应 比例不到总数的1% 不过他们的部门 在恋球菌感染方面 还没有统计全国的数目 那么借由这一则新闻 也要在这里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在现在 如果说小心谨慎一点的话 对于在包括了流管 或者是还有我们谈到的 就是在COVID的疫苗 还有呢才刚刚在礼拜一 全美国FDA通过的RSV的疫苗 接种这个RSV是主要 针对新的这个指南 是针对怀孕32到36个礼拜的 准妈妈们 那么这一些是 现在美国在防疫方面 最新的讯息 这些疫苗呢 你现在也都可以到 美服药局可以去接种 那么美服药局 对于在这一方面 疫苗永远是随着FDA 这个在健康 或者说医疗保健方面的脚步 同步进行 要给我们的听众 给我们的社区最好的保障 详细的情形 接种的这个要求 你也可以和你的自家的医师联系 或者直接和美服联系 美服的电话 281-506-2453 281-506-2453 而RSV这个疫苗 可以保护新生儿 一直到出生之后到六个月 那么准妈妈们 在怀孕32到36个礼拜的时候 接种你的新宝宝 新生儿 保护他们到出生后六个月 不会受到RSV病毒的影响 那么避免引发重症 而造成遗憾 好 另外呢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五件新闻以前呢 那么还有两件讯息 一个呢是 我们先看一下限水 要提醒大家 礼拜天开始 就在休斯顿地区呢 现在市府已经有紧急的限水令 已经展开了 从礼拜天开始 不论你是单号 或者是双号 你都会在一个礼拜里边 会有两天要限水 限水的时间 从清晨的五点到傍晚的七点 不可以在户外 你要浇花也不可以 浇草地也不行 洗车子当然不可以 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住在 休斯顿地区的话 请你要注意 市府发布的限水令 而且呢 如果第一次违规的话 罚款是两千美金 好 另外一个呢 则是在这一个礼拜天 将可以 这个特价看电影 这是电影日 所以在大部分的电影院 都会特价 你只花四块钱 就可以看电影了 买电影票了 平常有的时候 要花十几块到 加税的话 可能要十八块钱 如果你这个电影院是 这个电影是什么 IMAX啊 什么这一些的话 价钱不菲呢 不过这个周末 将可以有一天 是特别的电影天 这一天你只要花四块钱 所以朋友们看一看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那么查下 他们的网络的讯息 然后给自己一个 快乐的周末 和家人和朋友 一块共度 好 这是带给大家 今天我们在 五件新闻的 重要讯息 新闻方面 郭美健为朋友们 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大家的收听 星期五小周末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姿意 我们节目为朋友们 黄牛 滚